2024美選前哨戰要請大家特別注意了 這是現任總統拜登還有前總統川普 首場的電視辯論會將在這個禮拜五 六月二十八號台灣時間的上午九點鐘 一直到十點四十分左右會登場 預計這個辯論會包含了內政跟外交 內政當然就是移民跟經濟等等的問題了 那外交的部分抗中或者是台灣 也會可能成為兩位候選人的這個辯論話題 那到時候將會有我在中天電視直播 為大家重點整理 另外也會由以林主播在全球大視野的頻道 為大家及時解說 要請大家幫我們持續鎖定囉 好 接著來看到的是拜登和川普的 這一場首次的大選辯論 在台灣時間28號的上午九點鐘 就會開始舉行了 現在CN就分析說 兩位素敵在政策策略上投 都會希望說選民要否定對手 就像是一場對對方的不信任投票 CN台提出了一項全美選民的共同憂慮 就是兩個人其實年紀都是超高齡的 好 拜登現在81歲是美國歷史上最年長的總統 而如果川普勝選的話 屆時已經78歲的他也會寫下宣誓就任最年長總統的記錄 好 另外來看到的不管是誰當選 可能就是對於這個國防外交政策上頭 會有一些的不太一樣 那在國防上頭呢 其實現在美軍為首的環太平洋軍演 明天27號正式要登場了 本屆的環太平洋軍演 其實規模比以往還要大 雖然算總共是有29個國家會參演 40艘的船艦還有3艘的潛艇 實是知道這個地面部隊還有150架的戰機 通通都會來參與這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的演習 好 現在外界就分析 其實從這個演習的科目來看 見指中國大陸的意味可以說是非常的濃厚 那另外要來看到的是在明天 這個演習就要正式登場了 那現在今天26號 美軍航母哈爾文森號 已經抵達到夏威的珍珠港 這艘航母是今年的環太平洋軍演 最大規模的艦艇 可以搭載5000名的船員 還有60多架的飛機 好 來看到的 其實這一屆的環太平洋軍演的重頭戲 就是要集成靶艦塔拉瓦號 其實這是一艘美軍已經拓役 4萬噸的兩棲突擊艦 外界已經把它界定是準航母了 好 那為什麼說今年的這個 集成靶艦是個重頭戲呢 因為先前就有個分析指出說 環太平洋軍演 今年將塔拉瓦號巨型兩棲突擊艦 作為是集成的目標 就是要為了因應中國大陸近年來 在巨型兩棲攻擊艦 還有航母方面的種種發展 還有進展 以及這些艦艇 有可能會用在台海衝突當中的可能性 這是美國智庫國際評估戰略中心學者費雪 他分析說塔拉瓦號的大小其實跟大陸的直升機起降登陸艦是大致相同的 所以這一次才會被美軍選作是這個靶艦來進一步的攻擊要集成它 而他也認為說這一次參與這一次環太軍演的盟友們 必須要考慮的是在大的周邊的地區要進行多次集成的演習 就是要向中國大陸要證明說 衝突一開始就會有能力立刻集成大量的中國大陸的船隻 好而另外一方面在這個衝突熱點就是在南海這邊了 在過去幾個月中飛之間在南海的對峙衝突不斷的升溫 而現在美加兩國的海軍也在日前結束了在南海的雙邊演習 這是美國的海軍和加拿大的皇家海軍在18號到20號之間 在南海這邊進行了雙邊演習 這個演習的陣容包括了伯克級導彈驅逐艦約翰遜號 還有加拿大的皇家海軍哈里法克斯級的巡防艦艇蒙特利二號 當然這個就是要因應中飛之間在南海的對峙不斷的升溫 而現在美加兩國都強調說他們在南海的相關海域 也是有航行自由的 好另外一方面來看的是解放軍當然也是不落人口 持續就釋出了非常多的軍演的畫面 也是大秀軍事肌肉 解放軍東部戰區動作不斷 根據大陸的官媒央視新聞一個最新的報導 解放軍的海軍某護衛艦支隊 淮北艦還有池洲艦跟德央艦等多艘艦艇 在東海的某個海域開展跨昼夜 全要素多科目訓練 打擊目標動動三拐片 跟著哦 預備 爆 編隊接獲打擊指令各艦高速衝向目標海區的機動性 而轉入到戰鬥航向 佔領攻擊的正位 徐州艦精準毀上目標 接著更是發射了數枚干擾彈 而另外副砲系統同時也進行對空攔截 這編隊還臨時設置了聯合反潛跟損害管制 以及領檢拿捕等等的多科目 實戰化的演訓內容 好另外央視最近也釋出了兩架殲15的艦載機 在夜間空中進行加油的演練畫面 目的就是說要在鍛鍊處於一個比較複雜 環境之下的戰鬥技能 好畫面上這兩架殲15到達任務空域之後 就開展夜間的空中夥伴加油訓練 而根據了解空中加油在對接的過程當中 會受到氣流的影響 當然了這個視線也會不太好 所以呢這個包括了氣流影響之下 加油追套會不規則的擺動 受到油機要持續調整 跟加油機的這個相對位置 對於飛行員的精準操控 還有協同能力 都必須要有更高的配合以及要求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搖擾 您賤知 速度 保地 震作